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生就这样透 我们今天来透世界名人志 现在我们请小助手来帮忙阅读故事吧 牛顿的故事 从发现万有引力到火烧实验室的失落与重生 他是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的巨匠 牛顿生于1642年12月25日 在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 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 牛顿在12岁时进入葛伦汉中学 他的成绩并不优秀 也常常忽略功课 把大部分的石画在自己的房间里 研究各种书籍和玩具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1659年 母亲汉娜带他离开葛伦汉中学 返回家中的农装工作 所信他的叔叔及葛伦汉中学的校长 亨利史多克Henry Stokes看出他的材质 并说服了他的母亲 让他回到学校完成学业 不然说不定牛顿的后半生 就是个道地的农夫了 还好他在做农期间 还是拥有一颗极其敏锐 和好奇的心 牛顿他非常喜欢物理学和数学 他时常研究它们之间的关联 而万有引力定律是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也是物理学中最重要的定律之一 在这个故事始于1684年 当时一位名叫霍克的天文学家 向牛顿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 能够使月球绕着地球运转 那么为什么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 却没有将地球拉入太阳内部呢 这个问题困扰着牛顿很长一段时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开始研究万有引力的性质 他发现所有的物体都会相互吸引 而且吸引力的大小 取决于它们的质量和距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因为这意味着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 与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一样 只是由于太阳比地球质量大得多 所以地球没有被吸入太阳内部 牛顿意识到 万有引力定律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描述 这个公式被称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根据这个定律 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 都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 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个公式可以用来计算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 也可以用来计算其他星体之间的引力 万有引力定律 对于当时的科学界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 它解决了当时关于天体运动的许多谜题 也为后来的物理学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但牛顿并不仅仅满足于发现一个定律 它更进一步地探究了引力定律的本质 并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 例如它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可以解释行星间的轨道运动 而且可以推算出会星的运动轨迹 不止如此万有引力定律还提供了关于地球自转和公转的重要资讯 它发现地球的自转速度与它的形状和质量有关 而地球公转的速度则与它的轨道和太阳的质量有关 这些发现对于我们对太阳系和地球的运动方式的理解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被广泛地应用于物理学 天文学、工程学和其他领域 成为了人类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牛顿的生活并不总是顺利的 在1693年 他的研究是遭到了火灾 他失去了他多年来的实验成果和笔记 这场火灾给牛顿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他感到非常失落和沮丧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开始重新开始他的研究 通过勤奋和毅力 最终重建了他的实验室和笔记 再次成为了科学的巨匠 牛顿在晚年时期 面对着他的健康和情感问题 他健康状况恶化 他开始感到非常孤独和忧郁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 他通过写作和研究 继续坚持着他的热情和毅力 他最后在1727年3月20日 离开了这个世界 享年84岁 尽管牛顿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挫折 但他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永续的 牛顿是一位极度热爱科学的人 他的热情和毅力 一直激励着他继续前进 即使遭遇失败和困难 他在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和天赋 更是因为他的毅力和耐力 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学习 最终成为了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牛顿的故事告诉我们 成功并不是简单的过程 他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 尽管在遭遇挫折时 会感到失落和沮丧 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毅力和耐力 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挑战 并继续前进 我们可以从牛顿的故事中学到 只要我们相信自己 继续学习和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 也希望你们可以从牛顿的故事中 得到启发和勇气 继续前进 追寻自己的梦想 最后希望点个赞与分享订阅 给一神鼓励 我们下集世界明人之再见 感谢您 祝您顺势顺心